南美洲的委內瑞拉 曾經有非常成功的器官移植系統 不過二零一九年起 在美國的經濟制裁之下 常年提供器官移植計畫經費的機構 斷了裁員 以今年以來 已經有二十五名的兒童 苦等不到移植手術 爆汗耳中 十四歲的安傑塞佩達斯 四年前被診斷 罹患了慢性腎臟病 一個星期有三天 他都在母親的排班下 搭四十五英里的車程 前往首都卡拉卡斯 進行血液透析 返家後母子兩都累壞了 倒在床上的安傑脖子上 有一根為了洗腎方便裝的導管 長達好幾個小時的治療 以及反復的導管感染 讓他變得虛弱 但只要一天無法進行移植手術 安傑和母親就得日復一日的 繼續忍耐下去 維內瑞拉曾經有非常成功的器官移植系統 一九六七年到兩千年間 進行了超過三千一百起的腎臟移植手術 在官方與民間的通力合作之下 公共意識宣傳器官採工系統 以及對低收入患者的補助多管旗下 在二零一六年進行移植的人數 更是增加了一倍以上 但從二零一七年六月起 一切都變了掉 國內十四個移植中心 遭當局醫療因素下令停業三個月 維內瑞拉石油公司 所成立的慈善組織 設在德州休斯頓的西蒙波利瓦爾基金會 也就是常年提供兒童器官移植計畫 經費的機構 在美國經濟制裁之下 二零一九年起 再也無法支付手術費用 目前維內瑞拉有一百五十位 在荷安捷養苦等移植手術的孩子 今年並已經有二十五人病逝 為了讓孩子有機會可以活下去 並同的家長成立了相關的團體 敦促政府採取行動 像是與有能力進行兒童器官移植手術的 私立醫院達成協議 政府與反對派陣營在墨西哥市進行談判 也看得到他們前往尋求協助的身影 可惜的是這場企圖解決 美國多年僵局的對話 在上個月喊他暫停 恭喜新聞網路編譯